24位女嘉宾 以及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孟瑞 今年28岁 来自于安徽作品 欢迎老师好 黄磊老师好 孟瑞老师好 孟瑞老师好 孟瑞 欢迎你 他穿得像主持人 我穿得像相亲的 24位女生对孟瑞印象如何 请考虑 2号 男嘉宾穿的 就是比较像婚礼主持人 像司姨那种 就是感觉成熟稳重 继续看一看 谢谢 谢谢 4号 男嘉宾你多高啊 我178 挺好的 178 你介意你的女朋友 比较胖吗 就直接硬来了这就 可以 可以 谢谢 可以 孟瑞 我叫孟瑞 大学毕业的第二天 我爸和我妈 就给了我两床被子 和3000块钱 把我赶出门了 希望我到别的城市去锻炼 去打拼 磨炼自己 我目前是在一家软件公司 任区域销售经理 领导觉得我在陌生的地方 拓展业务的能力还不错 经常把我外派到别的地方去工作 上海 北京 武汉 成都 我都待过很长的时间 我觉得每个城市 都有需要适应的东西 当时我理解父母的心情 然后现在回头想想 其实真的很感谢我父母 对我的成长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第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我帮朋友主持了他的婚礼 朋友都说我主持得特别好 结婚都会找我当私仪 天天见秀恩爱 各种晒幸福 有分子成婚的 也有最终因为爱走到一起的 看过很多以后的 自己也是感觉到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爱 两个人在一起才会更加长久 虽然我现在是个单身狗 但是觉得我自己 是蛮讨妈妈辈喜欢的 他们见了我就会莫名的满意 身边的阿姨 抢着给我介绍对象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种长相 不太讨同年龄段的女生的喜欢 他们现在都喜欢小眼睛 单眼皮的像宋忠基那样的 韩国欧霸 浓眉大眼的可能已经过时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浓眉大眼过时了吗 没 是朱石茂那一款的 很流行小眼睛 那大眼睛怎么搬呢 瞇着眼睛 去整了把它缝起来 正好我也老花 现在看东西经常瞇着 所以问题不大 你不是瞇着 你是学人喊鬼 2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就还挺喜欢浓眉大眼的 然后想问一下 你刚刚在VCR里看到 你是学拳击吗 在 就平时 对 平时有健身 然后那个健身馆里面 有那个拳击台 会跟朋友有的时候上去 发泄一下 放松一下 我平时也去健身 也打拳击 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 那想到你们两个人 要是在一起在家里打挺方便的 我觉得跟女生练拳击 我会下不拒手 1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妈妈 对你已经很仁慈了 我是大学没毕业 还有一个月毕业 我妈直接跟我说 下个月开始没有生活费了 自己想办法吧 差不多吧 我是直接被扫地出门了那种 然后直接被赶出来 就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吗 我跟我一个朋友 两个男孩子租了一间 然后两个人就睡一张床 第二天起来就去找工作 就是这样 还是很值得佩服的 9号 这样我也是自己支付学费 包括生活费 而且我会贴给我妈妈的那一种 然后还有一句话 我特别赞同你一句话 你是这样说的 你说婚姻一定是要有爱的 然后因为我妈妈 曾经这样跟我说过 她说女儿啊 找男人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个你特别爱的 才能结婚 因为我当初特别爱你爸 可是过了这么多年 我看到他只恶心 我就怕有一天你找一个 你根本就不爱的人 然后看了他没到半年的时候 就已经恶心死了 你爸妈会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吗 会看的 3号 我父亲对我要求也是 就挺严格的 也是说那个我上学那这 也是说不给我钱罢的 可是呢 有一天我醒来 就发现我的床头放了五千块钱 因为我父亲出差了 他就还是怕我钱不够花 就是特别感动 觉得爸爸虽然嘴不饶人吧 但是真的对我特别好 男嘉宾长得特别像我哥哥 特别像 他这话一句跟一句的 然后他爸爸他说 男嘉宾长得特别像 我又长得像你爸爸呢 刚刚大家都在围绕这一点来说嘛 其实我回过头来想想 还是蛮感谢我父母这样对我的 他们会觉得男孩子 就要多出去历练 多出去见识 多接触一些 早一点踏入社会 不是什么坏的事情 我比你更懂事 我就怕我爹妈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不给我钱 我连大学都不去上 跟我屁 庄纪文 我刚刚那个 就是看到微信啊 你做婚礼主持嘛 然后我之前 就是也给人家拍婚纱照 然后我就遇到一个 特别尴尬的事情 我想求一下你心里的阴影面积 因为我拍过一对情侣 然后是长跑了七八年的恋人 然后后来拍完婚纱照之后 他们俩就分手了 然后这件事情对我打击 确实有一点点大 我当时就有一种打脸的感觉 因为我还为他们的照片 写了很多故事啊之类的 然后我现在就想问一下 如果你主持的一场婚礼 假如新人在未来的某一天分手 或者是说离婚了 你会什么感觉 我有主持过朋友婚礼 就是现场啊 就是现场吵架的 或者是有的时候 接亲的时候 新郎都不想 不想把新娘接走的 也有这样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婚姻是一个蛮认真严谨的事情 首先你要考虑好 一旦决定了 就不要轻易地去出这些幺蛾子 特别好 我跟你说一个真事 我读报纸发现的 这个结婚有好多什么彩礼啊 女方要什么陪嫁 各种各样的 那小伙子也是个屌丝 钱也不是太宽裕 结个婚把家里边 爹妈都榨干了 零了就结婚那一天 要到女方家去接亲啊 一敲门里边有闺蜜等着 家里边七大姑八大姨等着 你不塞几个红包线 现在那门不会开的 他以为给个一百二百的 就能进去 里边说不信 要啪啪啪 不给孟老师开门 最后的男的 求了大概得有十几分钟 男的一想 不结了 今天我大宴宾客 不是结婚 不是结婚 来 大家聚一聚 大家聚一聚 新娘子自己穿着裙子 打车跑来了 档期回肠的一个故事 讲给大家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所有的人 尤其是女方家 不作死就不会死 在情感生活中 我有个毛病 总是不自觉地 对另一半过分 正是极端的情谋 无止境地容忍 标往三个月 我就向她求婚了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的感情 变成了一场闹剧 我发现她很爱花钱 一个月逛三次街 买了七千多块钱的衣服 你花钱的时候 能不能稍微节制一点 找男朋友就是想过得好一点啊 但是我忍 双方父母见面 我父母表示婚后婚房 会过后给我们两个 但是她妈妈教学在她女儿上班的地方 再买一套 我忍 后来她说还要帮她弟弟盘房贷 我还是忍了 最让我感到气愤的是 她竟然隐瞒了自己的感情史 明明有一些很亲密的行为 她却说是普通朋友 这让我觉得她对感情 也未免太不认真了 但是我忍 忍 忍 我觉得我喜欢她 我爱她 为了她 我什么都愿意忍 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 比如说你身上有十个缺点 每暴露一个身上的问题 缺点就会又少一个 如果这些我都能原谅的话 那未来我们俩就可以走到一起 直到有一天 我妈在电话里质问我 你就找不到 比她更好的女孩子了 我才意识到 我现在这种无止境的容忍和退让当中 早已丧失了自我 三位老师 你们说我真的做错了 我觉得这个男嘉宾 我已经真的做错了 她就是那个满脸写着 宝宝心里苦 她宝宝不说 是 其实有时候忍耐 是为了保持两个人的关系 而被迫去牺牲了你自己的想法 但这个时间长了以后 对自己也很不公平 我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她可能在生活当中暴露一些缺点 或者说什么的 我会想着她的好 我会想着我当时选择她 喜欢她是什么原因 甚至还会对自己说 她暴露一个缺点 她身上的缺点就少一个 看到你好的一方面 而忽略一些不好的方面 你以为这是一种 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其实并不是 我不知道你刚才看了 第一个男嘉宾 来的时候的那一段录像了吗 就她说了 我会同时跟两个人交往 但是那个吴仙说 她并没有忍耐 说我允许你跟那两个人交往 吴仙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跟两个人交往 是因为你自己曾经受过伤 所以你没有安全感 你想有两个人交往 有一个不跟你好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 所以我觉得她从更高的层面上 理解了这个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缺点 说不定他们能够治愈她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有不好的地方 你不要忍耐 而去尝试着去理解她 她为什么会这么做 你得分析一下 她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跟你在一起 她是因为爱你 你也爱她 咱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了 她家庭的时候你也有责任 还是她就拿你当提款机 你这你得分清楚吧 她现实的一些原因 导致可能家里面 在这方面付出不了太多 然后她就把实话告诉我 她有一句话是我不能接受的 她说找男朋友吗 不就是为了生活好一点吗 对对对 这个事 这是特别没有自尊的女人 说出来的话 是的 我觉得这句话我来说比较好 她说出来就会觉得 你说你也够蠢 所以很高兴男嘉宾没有再忍耐了 而是来到了这里 谢谢我 你好 我非常赞同你说的那个 最后没有忍下去 因为我联想到我的一个经历 我为什么是一个四传人 为什么会去西安 是因为我前男友 我之前就是他有那种 严重的家暴形象 就是他喝完酒以后酗酒 然后他就会就是伤疾无辜吧 当时我就觉得忍下吧 没关系 我觉得他可能清醒以后 他就会好 但是他这种事情 就是还会犯掉 第二次 然后我就一直忍 我当时他说 你毕业以后来西安吧 我们就结婚 我就因为他这句话 然后我就放弃了四川的所有 然后家人什么样的 我义无反顾地就去了西安 但是当我在去西安的当天 他就跟我说分手了 然后我现在就一个人在西安 但是我觉得过得很好 就是从哪儿跌倒 从哪儿爬起来 非常赞成你放弃他 然后前面就是康庄大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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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态很健康 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好 你这个前面的故事 特别容易让人想到最后 就是那个哀哀怨怨的 从此觉得男人都不是东西 特别坏 没有 我可就不相信爱情了 我就觉得如果说 你看他多好 没有 谁还没碰到几个人渣呢 对不对 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嘛 他朋友都说 哎呀 你一个女孩 一个人在西安 没有人照顾你 你肯定会活不下去的 你会死得很惨 但是并没有 我进了一家 IT行业的前五强的一个公司 我靠自己养活自己 我觉得我过得非常好 然后还来了《非诚勿扰》 说不定牵手一个特别好的 对 我就会牵一个非常高智商的男生 我觉得 别牵手就这东西想就对了 对 太能量了一点 好 来 我们掌声送给17号李嘉宾 再看一个 他应该是一个很感情很重感情人 Murray在生活当中 是一个非常有趣做才多艺的人 我觉得他有一点记仇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 一起在一起玩球 不小心把他的手给弄骨折了 只要在一起吃饭 他都让我赔他的医药费 记得有一次我的钱包 丢在了旅游大巴上 然后他陪我一起去找 找到了夜里的两点钟 如果你们看不上他 可以考虑一下我 我的大老头比他大哦 好遗憾 我觉得还是要寻找到一个 适合自己的人吧 然后我觉得两个人的性格 脾气相投 然后三观一致 然后呢 两个人之间又有感情 有爱 然后走到一起 我觉得婚后才能更加的幸福 这个小伙子其实形象啊 气质啊 各方眼条件都还挺好 都挺好 但是他呢有点太严谨的样子 而且他又老说自己忍 忍 忍 其实有的时候更轻松一点 让大家会更有那种亲近感 爱情终归还是一个 令人愉快的 甜蜜的事情 是 任何一方的那种委屈求全啊 把事情弄得那么的负能量 期期欺欺欺 对 特别让人有点不舒服 但是我想他从那一段感情当中 会汲取某种教训 希望他能够通过这一次《非诚勿扰》 能够找到他的幸福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 发现选择谣点是 实时查看台上任意男女嘉宾资料 同时可以进入报名页面 直接报名参与原来《非诚勿扰》 想要报名的观众 还可以通过百合网 珍爱网 市集加游网站 或者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节目最后感谢金氏元九夜 对本节目独家冠名金氏元喜庆家 中国人的喜庆家 感谢《水中贵族百岁山》 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感谢斯科达品牌 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次再见 我心里一不痛快我就看4号 我觉得4号就像村之书的媳妇 风声和富语都在脸上 一副大唐气象 她在唐朝就是范冰冰 我告诉 我太喜欢百合了 百合对哪个 这个好 这也不错 断 断 是我这辈子见过 第一个合上来相亲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过 你们真的会练从子宫吗 您下山之后 对你女性是怎么看待的 老虎可怕多了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人一步都是为了看得更明白 爱情不能复清不楚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